去年今日北京冬奥会在鸟巢正式开幕 那一年过去了 北京冬奥会又给鸟巢带来了哪些变化呢 欢迎鸟巢 您好 目前鸟巢已正式开启双澳全景旅游路线 流线包含鸟巢零层金色大厅 二层贵宾区 五层钢结构森林观景台 鼎美鸟巢空中总廊等 近十处特色观光景点 那我们的前面呢 现在就来到了鸟巢的绝目 拍照打卡点评论入口 在冬奥开幕时中 绚烂的烟花曾在观理台上 留下了奴墨重彩的一笔 如今这里也成了拍照打卡的宝地 还有各类盲盒冬奥纪念品 鸟巢文创等商品在售 在冬奥一周年纪念专场中 部分商品影响七五折 最低能达到三折 吸引了不少消费者排队购买 曾经的冬奥媒体餐厅 如今也已经对外开放 销售红烧牛肉面 卤肉饭 汉堡 鸡肉卷等 人均八十元左右 不仅如此 在鸟巢的副厂 可以体验第十二届鸟巢欢乐冰雪季 共有包含高台滑雪等二十余项冰雪健身活动